早安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參加 我們這次來自160個國家地區和分地區 以及青年IGF倡議 那麼我們 來探討一下這個複雜的問題 就是可靠的互聯網和有效的數據治理之間的關係 那麼我們將探討一下 現有的數據治理機制的效率 同時呢 我們也要看一下地區的這種法律框架 在保護這個數據治理方面的作用 我們也會深度的分析一下這個數據立法 無論在全球南方北方對這個影響 我們將討論一下 一個打造一個全球的 全球統一的政策 涉及到這個 數據治理的可靠性 可行性和不可缺乏性 我們 會 這個看一下這個 數據這個治理框架的能力 然後呢這個 尤其重點放在這個透明 透明性和這個透明度和這個問責 問責 還有這個 如何減少風險 這方挑戰 我叫Sania 來自南非 來自南非 總是這個數據治理最新技術有關的監管政策 那麼我們有政府的客戶有企業的客戶 我非常高興能夠作為主持 就是 呼籲我們的主題呢 這個數據治理 還有 還有 美國的Harrie Shawn 線上主持跟我一起 還有非常好的嘉賓 我們馬上開始 讓嘉賓呢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第一個問題 從 地區的角度 本地區 在你們的地方 有什麼樣的這個 法律框架 是否是起作用的 所以呢 那 就介紹一下自己 你是誰 哪個機構工作 然後回答一下我第一個問題 我叫Chachaban 是 叫Enter這個機構工作 是代表阿拉伯IGF 這個 在本地區有很多這方面的有關數據治理 和這個隱私保護的法律 GDPR 通過以後其他地區也在採取同樣的措施 出台自己的措施 但是呢很多法律可能還沒有落落地 這是需要我們關注的問題 所以呢 我想說在 我們 明年呢 阿拉伯IGF要開會 可能會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呢我很高興的 我們阿拉伯的這個共同主席 也重視這個問題 也重視這個問題 數據治理 它的重要性在增加 收集了很多這個用戶啊 加費的 信息 而且他呢這個 自己本身很大的業務 我們 我們 我覺得當然 在這個過程中呢 需要這個 加大 個人數據的保護力度 因為這個 不光是這些個人的數據 同時也涉及到他們的這個 消費的習慣呢 還有整個人口方面的信息 因此呢 這些個人他們有權利知道 就是他們數據的情況 用途是什麼 他們應該參與這樣的過程 他們有權提出質疑 只有這樣的話 才能夠在確保 權利 機構和個人權利之間 尤其涉及到數據使用論的時候 權利保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呢 我們能夠有 更 通過和我們這個地區的利益相關方的合作呢 能夠出台更多的規則 好 我來自於 ICT 非洲 我們這是一個總部在開普敦的智庫 我也在 開普敦大學 納爾遜曼德拉學院教書 我代表的是 我自豪地代表著非洲 那今天呢 我們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非盟的 數據 政策 框架 我們 在 講 我們需要 建立信任 而且呢 這樣的信任呢 往往是基於成熟的民主政體 國家 發達國家 具有很多的軟實力的國家 和行使人權的國家 但是呢 這些條件並不是在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具備的 所以我們首先要打造一個彼此信賴的環境 非洲 非盟數據政策框架 也是認識到了這樣的差異性 這是一個高度原則性的文件 而且呢 而且呢 主要是提出了基於權力的一系列的原則 提出了高遠的目標 同時呢 也是希望以漸進的方式實現這些原則 因為非盟的成員國的發展程度各不相同 我們的政策框架 絕不僅僅限制於數據保護 像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的出台 讓非洲也致力於打造一個非洲大陸通行的數據保護條例 但是呢我們的這個框架講到了個人數據和非個人數據 都包括在其中 包括呢我們想打造一個值得信賴的環境 來使用非個人數據 在非洲呢我們也啟動了一系列的倡議 數據治理框架 包括數據訪問控制數據質量等等 方方面面的治理機制 來打造一個行之有效的數據經濟 而且呢它的一個重要的前提 條件呢也是承認了數據化的成熟度 以及法治環境和保護人權的成熟度 現在只有三分之一的非洲人能夠有效的上網 所以呢我們要想打造一個行之有效的機制的話呢 我們既要有基礎設施也要有賦能的法律 而且呢這個文件呢它體現了一種漸進進步的思想 講到了平等包容 並且講到了要打造一個賦能的環境 那麼這樣呢對於數據保護 數據安全呢提供了一個高層次的文件 特別是講到了合法合理性 我們一方面要講信任 另外一方面呢 對於這樣的一個賦能的環境呢 也要有相應的機制和原則 講的非常好 我們再繼續來介紹 我叫 час Signs 我是來自於私營企業為主的拉丁美洲互聯網協會 我代表的是IGF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这个地区围绕着数据保护 也是想在出台一个法律框架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我们的这个框架必须要建立在 坚实的南北美洲人权保护标准和协议的基础之上 所有的数据保护的框架 都和权力保护的法律和标准相一致 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也有了自己的数据保护的法律 有了坚实的基础 大部分的数据保护局 数据保护机构都是独立运行的 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个区域性的框架 但是各个国家的数据保护机构 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现在都在讨论对于他们当地的法规 去进行升级和改善 甚至要进行修法或者是要把规章升级为法律 现在有几个国家正在讨论修法的问题 这也是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经济当中 但也并非完全如此 我们是生活在数据社会当中 不光是数据经济 我们生活在数据社会当中 数据对于我们提供和交付 接受所有的服务 包括公共服务和很多其他领域的服务 都要以数据为基础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法治的框架 来治理数据 这样能够让数据社会的机会 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掌握 好 非常感谢Chin 能不能请您来做一个介绍 您从哪儿来 您在所在的地区做了哪些工作 大家好 上午好 我接下来要讲法语 上午好 首先 我要做一个 做个介绍 叫Lucy Ann Kastak 我是 IGF法国的共同主席之一 在这儿呢 我先想引一句哲学的名语言 哲学就是要通过语言 不断地去增进我们的治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互联网领域围绕着数据治理 进行了讨论 而且讲到了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那首先我们如何对数据治理进行定义 在数据领域呢 既然我们讲到了信任 那就要首先有一个正确的定义 作为起点 很多工具啊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用 但是甚至呢 没有意识到对于这些工具的运用 无论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新技术层出不穷 我们要在数字空间的安全和保护 我们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之间 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这不仅仅是2030议程 而且呢 也是VSIS20周年进程的应有之意 那么现在围绕着签订 全球数字契约的工作 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无论是在法国 还是在整个欧盟 也有各种法律不断的出台 或者是已经进入了谈判阶段 或者是有的法律呢 即将正式生效 像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已经执行了数年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一些 新性的科技革命的时候 特别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的 科技革命 新型的数字服务 数据治理法案 等所有这些领域 我们通过已有的法律 已经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让我们的公民 以及让国家都能够参与到 数据治理当中来 所以在我们的战略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 包括国家也好 公民也好 都有其用武之地 在数据治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战略是 从初级教育 中等教育 以及各种教育当中 都要把数据治理贯穿进去 因为我们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 才能够采取行动 首先我们要知道 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 又有哪些与之相关的数据 要想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有法律来支持 在法国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 2018年出台了 数据处理的法律 我们如何在数据空间 保护儿童 预防 种族仇恨 所有这些工作 数据都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数据的快速传播的属性 也值得我们重视 对于我们来说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 还是地区层面的数据条例 还是国际论坛 以及今天的论坛 都能够发挥其作用 我们必须要继续保持 我们的总体的愿景 让各种文化 各种多元化 多样性都得到充分的代表 好 接下来请 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现在您所在的地区 NRI 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数据治理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不是有效 请您来做一个介绍 女士们 先生们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分享信息的机会 我会讲数据安全 准确性和时效性 我来自于中国 我叫刘春 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和IGF中国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人口众多 而且呢 所以无论是研究工作 还是日常生活 我们都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 我们如何确保数据的可用性 能够用数据来促成 具有创新意义的发明 造福于整个社会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确保数据的质量 而 我们 如何来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科学家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是他们认为 他们的研究工作呢 的成果是属于知识产权 所以一方面 我们要保护知识产权 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实现开放和共享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这个话题 我们在中国已经进行了 二十多年的讨论 最终呢 我们 推出了 开放科学数据政策 这是国家级的科学数据政策 而且现在我们也打造了一套基础设施 包括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 来收集数据 我们也有全球数据交流的数据库 是九年前推出的 同时呢 我们有一系列的原则指南政策标准 和管理办法 来促进这个领域的治理 那目前 已经出台了 一千多条 类似的规定和文件 这样的数据呢 以及数据中心 能够进一步的提升 整个以数据为中心的体系 并且呢 是在VSIS加18的那一年呢 获得了电子科学大赛的奖项 那我们要讲的数据保护 现在数据是 而且数据如此之多 哪些数据是高质量的数据 哪些数据是要从一个用户 被传递给另外一个用户的 这是数据治理当中 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这是挑战之一了 另外一个较大的挑战 就是今天 有越来越多的TB级的数据 在层出不穷 这些数据 我们不光要把它提供给研究科学家 也要提供给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普罗大众 我们的农村的居民村民 我们推出了GIS 那就是地理标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简称GIES 那么现在呢 已经有110个合作伙伴参加到了 110个伙伴参加到这个项目当中 开放数据 开放案例 开放样本 这样有了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加值 在工程设计方面 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参考 同时呢 目前在两年当中 我们已经有了17个成功的案例 汇集60万多的村民 通过以数据为驱动的方法论 这个项目已经造福60万村民 而且呢 这个系统的用户 通过开放数据和开放知识呢 获益匪浅 我们也 我们也把GIES GIES的项目呢 升级为OCOP项目 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重点 简称OCOP计划 现在已经有几个国家呢 在以在他们的农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当中 比方说孟加拉国 布丹 尼泊尔 和巴布亚 新几内亚 和几个其他国家 亚洲以及太平洋区的几个国家 已经在免费的使用我们的这个技术了 好 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在已经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数据为驱动的时代 在这个数据时代上呢 既有挑战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诸多的机遇 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 打造一个正确的合适的框架 在IGF的整体的框架之下 既具有全球性 也符合地区和本国以及当地的需求 我们在本地工作 但是我们和全球广泛的联系 谢谢 对 有几点讲得非常好 也就讲到了多个工作机制 特别是讲到了 打造每一个市场的数据治理和信任机制 我们现在知道非洲呢 这已经有了非洲自贸区协议 在打造一体化的市场 那这对于数据治理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呢 来确保法律的有效性 同时呢 也能够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 使得数据在非洲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能不能请您来讲一讲 非常感谢 这也是非盟数据政策框架当中的一个应有之意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数据治理和数据保护的框架的话 特别是数据保护的框架 其他的数据保护框架呢 高度的专注于个体化的第一代权力的保护 特别是隐私权的保护 那在我们非盟的数据保护框架 但有些其他保护框架呢 它是高度的强调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但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更加注重平衡 非洲大陆的数据保护呢 我们也是借鉴了GDPR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对于数据使用呢 要有广义的知情权和一致意见 但是呢 我们要通过数据呢 来为非洲大陆 找到更多的经济和贸易的机会 特别通过我们的单一数据市场 把这些拉入我们的政策当中来 因为我们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就是要去相信 大家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权力 能够得到认可 你再看一看 确保数据的可及性 以及整个非洲大陆 能够从单独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和本土化 不仅仅是指的是这个自由流通的问题 因为现在有大多数的这样的数据呢 都是流通都是在跨境的 我们要确保能够有这样的国内的这样流通 要有一个信赖的这样的数据流通的框架 现在AU正在第二个执行的这样的阶段 打造一个行动计划 进行能力建设 进行培训 支持数据保护的这样的立法者 他们能够在此方面作为 还有呢就是关于现在的数据的治理 总是去假设有很多的一些东西 都已经在那了 而非洲这边呢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重点的去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技术带来的 这种负面的影响 但是我们并没有过多去关注 这种机遇的不平等获取 有的国家呢 他们可能数据发展方面呢 可能更平衡 然后他们的可能发展的机遇 百姓收益就更多 我们要关注这一点 刚才讲到了数据的流通的问题 说我们现在的市场并不平衡 那基于所有的这些数据的流通 它其实还是关乎这个互联网的 这些问题 那下面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讲 关于这个数据 信任还有包括域名等等问题 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见解吗 感谢 这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刚才讲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 回到这个DNS 大家都知道 DNS刚开始的时候 适用于知识产权 包括像一个商标那样在用 那现在呢又有更多的定义了 就是域名的滥用 还有有欧盟的DNE 最近约旦有新的数据隐私法 这个也应该包含DNS的内容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有一些平衡的法律和公约 来保护好隐私 但同时呢 要确保我们能够允许有一些 私人的这样的数据 大家都知道 隐私对于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 我们在DNS上要保护好 大家都知道 大家遵循这个ICANN的话都知道 他们一直都在这儿 讨论哪些应该在哪儿 一些不应该在哪儿 隐私的这样的信息 当然是要值得保护的 但是如果说这些域名 它得到滥用的话 我们也要想如何去惩罚 有什么的惩罚措施 我想讲这个DNS的滥用 我们最新呢 是在Interpol那边呢 有一个最新的 这样通过了一项文件 一个文书 里面呢 就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说如果说任何的行动 它去利用这个域名 和其他的数字的 这样的一些工具 跟域名同样作用的工具 去从事非法的行动 这就是它的定义 DNS的滥用 那我们必须要在现生活中 也要去遵循在线上的 这样的一些规定 一言重地啊 你刚才的发言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嘉评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下面呢 想要请Chan 讲一讲质量控制 和研发研究的问题 因为刚才大家都讲到了 这个话题的重要性 我们讲到了经济性 讲到了DNS 那个人的数据 和普遍的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二者之间的区分 还不是很明显 因为对于未来的工作 我们的沟通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从研究和控制的角度来看 那你对这个观点是如何看待的 而且问题非常的好 数据的质量控制 有三步 第一要打造一个框架和原则 还有导质标准啊 程序啊 然后呢 去进行回顾 我们会审查 有一省二省三省 如果说它有冲突的话 我们就重新去制定 所以说要有一个框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要有专业的团队 来进行审查 关于数据的管理 所以说我们有培训的项目 新的数据和新的挑战来里 如何去应对 我们会定期的开会 定期的培训 还不仅仅是审查员 使用就是用户 我们也会进行培训 第三 它就发布了 然后就从用户那儿去 收集反馈 看看他们希望 什么样的质量 这质量到底是好还是坏 就非常的重要 就是数据的质量 高的话 那用户就很高兴 因为更多的人 能够从数据中受益 谢谢 我完全同意 但我们现在就大家 在 轮流再讲一讲 关于这个经济的问题 我们也讲到了这个 技术 大技术公司的问题 我们讲到 拉美的这种观点 全球南方的观点 现在就是这个 信赖如何可持续 包括人权 包括隐私 大家的观点 如何 谢谢 谢谢 显然数据是需要流动的 我们需要它来提供服务 进行交易 那法律框架呢 它的目的就是要 让数据和信息 能够安全自由的流通 法律的这样的确定性 对于所有人来讲 所有的立项官方来讲 都是好的 不同的立项官方 对此也都有 同样的认识 拉美 没有 这种 跨境的架构 跟欧盟不一样 所以在拉美和拉加地区 我们有超过30个 司法区域 那我们就要 让这个法律的流通 数据的流通 能够让整个地区受益 这立法呢 一定要谨慎 所以呢 我们也在跟法政策制定者 进行充分的沟通 所以国家和地区的 IGS 跟相关的立项官方 进行沟通 就非常的重要 有的时候呢 政策制定者认为 他们是在保护人民的权益 但很多时候呢 效果却恰得其反 所以 有必要让所有的 立项官方 从一开始 就要参与政策的制定 我先分享到这里 因为时间关系 非常感谢 下面有请Lusson 发言 刚才讲到了 VSIS 里面有共同的目标 打造一个 以人为主的 包容性的 信息社会 那我们讲到了 信息的这个管理 就数据的管理 和信仿 这非常的重要 那 反腐败呢 或者反垄断呢 这也是相关的一个话题 那您可不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欧盟的观点 尤其是您作为 这个GDRI的专家 非常感谢 这问题抛得非常好 我们要把我好平衡 这至关重要 就是法律和安全 两方面要把我控好 包括透明度 这对于实现安全和透明 至关重要 它的基石 能够让用户最终了解 我们到底拿数据来干什么 同时要理解 这个法律框架 都是怎么样的 在欧盟的这个层面上 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在讲 到2030年前的这个十年 在这个议程的核心当中呢 我们打造了一些指数 实现欧盟的数据化转型 给成员国提供指导 我们在讲的是数据 数据的自由的流通 也都提及到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你整个数字上 要进行全面的数据化的转型 说到数据的智力 回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上来 这个透明度至关重要 数据流通起来了 我们要有一个中立的 开放的互联网 它应该是有互操作性的 值得信赖的 这是我们的核心要义之所在 数据它是一个资源 也是一个挑战 我们这次的会上呢 就彰显了我们必须要用 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确保能够百话其放 百家争鸣 包括文化语言和想法的多样性 都能够 帮助我们用不同的视角 来讨论智力的问题 最终说到数据 这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要去讨论数据的 共通点 还有呢就是 开源它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到了一些具体的一些特点 这些资源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去看一看 有哪些解决方案 来实现它的治理 总结一下 我们必须 要让我们能够制定 像GDR GDPR 它所带来的这样的透明度 要有一个可靠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有多利益相关方 不管是来自数字还是什么的 这个价值链 都要参与进来 这样才能打造一个可靠的 可信任的互联网 总结一下 互联网 它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像我之前想到过 我们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 谢谢 你看到了 问责透明 要确保我们要有 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也相信 这确实就是我们未来的 强调的重点 也应该 从全球 都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认识 下面呢 有请观众提问 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 有更多的互动 那我们先开始第一轮的问答 下面先看线上的问题 或者是线下的这样的问题 我看到了有三个人举手 我们先问线上的问题 然后再看线下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问题 是来自Chris 他想要问 中国的这位女士 刚才讲到了数据的质量 这就涉及到数字的 完整度的问题 和诚信的问题 那在数字的诚信治理方面 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把这个问题 中央政府跟国际组织合作 包括 国际科学委 还有国际科学数据委员会 等等国际伙伴一起合作 打造一个框架 里面就包括各项我们刚才提到的原则 我们在内罗币召开了研讨会 来分享这个数字分享的原则 后来呢 我们也提出了导则 我们也从OECD的导则中学习 从发展中国家去学习 我已经20年在引领这个小组了 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 来进行数据的分享 所以说我们也是打造了 关于数据控制的地区的这样的架构 另外呢还有标准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系列的监管的规则 来确保能够去评估这些图像的数据啊 空间的数据啊等等 所以我们要跟多个组织合作 不仅仅 为中国有益 对于全世界的友谊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再看看 比如说南非的开普敦大学 亚洲呢 这边 也有一些大学 包括墨西哥等等 我们就要控制好数据 再把这个数据再 发布出去 我们发布了1200个数据集 大家对没有一个人抱怨的 关于我们发布的这些数据集 下一个问题 先自报家门 然后再提问 谢谢 我叫Akobos 来自荷兰 代表荷兰的NRI 几年前 现在呢 我在KPNG工作 负责任的AI相关的工作 我们也想分享一下我们的观点 我们今天早上有一场会 是关于互联网的起源的 它跟数字治理之间 又有哪些共通点 互联网啊 它是由数据交换点 这样作为基础 数据其实也一样 今天早上 还有一场会 是讲阿姆斯特丹的 数据交易中心的 里面就在讲 我们可以打造 同样的一个架构 用于数据的交易 我们其实非常鼓励各国 能够跟他们的这个 互联网的交换中心 然后能够做这样的 类似的工作 把那些数据孤岛连接起来 所以我的问题是 是否大家对这个问题 感兴趣的话 跟我联系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交流一下 我相信嘉宾会联系你 因为我们来开会 就是 这个一起来 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 现在呢 一排一排的 这位先生 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您的问题 叫Mazuna 是意大利 我听了 Lucian 讲到欧洲的 就是整体的 有关数据的框架的例子 非常有趣 这个模式可以推广吗 明年的未来峰会 那么数据 分享转移 是否可以成为 一个议题呢 这方面有什么建议没有 好的 您介绍自保家们 您的问题 那么也 你希望哪个嘉宾 回答您的问题 从右往左 对 我叫 Nasa Niklas 是Tanzania IGF 我也是 Tanzania 这个互联网协会的主席 我的问题是 这个 数据治理政策 有巨大的数据中心 是有几个 一小 Google Meta 这些 技术巨头 拥有这些 巨大的数据中心 现在就有一个数据主权的问题 也就是说 数据集中在几家公司手里 所以 所以呢 因为 国家看到 数据在几家公司的手里 但是呢 他们又要捍卫自己的数据主权 怎么样来解决这个 极化的问题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自保家们 Andrian Kempling 我搞一个公正的咨询公司 我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好啊 但是呢 互联网这个标准的变化 导致这个大数据的 原数据的 比如说 跟踪了一些恶行事件啊 或者是交通方面流量的数据在丢失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标准的制定 我觉得很多人是没有参加的 只是一小则纪录公司 所以呢 我觉得标准制定的机构 是否也应该参加呢 因为他们到现在为止是 没有参加这个标准制定的过程的 来这个政策制定的过程的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这是第一轮提问的结束啊 然后呢 到时候 请他们先回答 然后下一轮提问再开始 好的 感谢 我叫小波阳 来自中国 我的机构 叫Fushin 不盈利 小东利 他是ICAN的前主席 成立的 做这个政策和技术研究 还有这个非盈利的 这样一个机构 数据治理是其中一个领域 我们积极参加IAGF竞争 非常积极 无论是这个在中国的 这个IGF社群和IGF社群 Alison 在过去几天 我听到很多人 时代不一样了 数据治理 他的概念和范围也在改变 不光是保护数据 获得数据 获得高质量的数据 也是同样重要 而且一百多个经济体 已经出台数据规则 有一些共同的规则 比如说要注意个人数据的保护 但有些不一样的 比如说 数据的定义不一样 还有跨境的数据交流 等等 大家都意识到 有关数据治理方面 国际准则规则的重要性 比如说我的问题是 从您的角度来说 现在制定一个 有关数据治理的国际准则 或者是规则有可能吗 而且它应该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数据治理是GDC的重要性 那么你觉得有关数据治理的最后 落实在GDC是什么样的那些内容 第二个想问一下Paul 还有刘女士 我们有很多的国际平台 国际机构 OECD APAC IGF 都讲这个数据和数据的治理 有可能一起来收集一下 这些机构的工作成果呢 真是有很多的疑惑者 讲一样 我们总是不可能从头谈起 那么总要在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来推动这个讨论 各国的IGF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呢 谢谢 感谢您的问题 那么我发现嘉宾呢 这个都在记下来了 相信可以回答的 好的 我们先请这个第一轮问题的回答 然后完了以后 第二轮提问再开始 好的 大家听到了很好的一些问题 讲到 平衡的问题 这是个重要问题 我觉得发展和权力之间 不能没有二选一的问题 我觉得社会经济和人的发展 是礼约峰会的目标 有一个风险 就是照搬 一些地区的政策 到一些国家 但是各国 比如说拉丁美洲 跟其他地方 跟非洲的国情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两个问题 讲到GDC 数据和新的机制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新的机制 可能会设计到数据保护的内容 那么 数据保护分多层 都是有用的 GDP 大家都为人熟知 但是也不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框架 我们肯定需要 在各国之间 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方式 需要协调 我觉得来确保相互可操作性 那么 数字主权 我觉得 现在评论还不是很成熟 需要更多的时间 因为还没有数据主权 意味着什么 大家没有共识 数据本地化 强加给 对那些发展的国家 小公司来说 这是不好的做法 当然了 以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再来了解问题 讲标准的问题 我不知道政府人是否有参加标准制定的工作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他们了解 互据治理的进程 不光是他们 让其他所有的相关方 要了解互联网是怎么运作的 尤其那些 就是对数据保护感兴趣的机构和人 好的 谢谢 对GDC 我有一些个人的观点 Alison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数据保护和数据治理 应该是GDC的一个支柱 尤其涉及到这个隐私保护方面 所以呢 第二个问题 讲到数据的损失 丢失 还有保护的范围 回答一下 Milazer他提的问题 可能是 还有这个FUJI机构 不过最后他也讲到GDC 感谢提出数据仓库 这样的问题 还有这个数据主权 比如说这数据 离开了本地 存在别的地方 确保对等 有共同的法律框架 那么 那么这个非盟这个框架呢 我们意识到 我们需要这些基础性的基础架式 宽带数字基础设施 我们需要数据的基础设施 还有这个digital数字ID 在 这样我们的信任 我们的环境是可信的 大家呢 在这个环境下进行运作 非常重要 所以呢 技术设施非常重要 但是呢 现在技术设施非常的不平衡 现在我们想做的 就是 现在 现在讲本地化数字组权不太现实 当然美国国家 做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呢 云端带来很多的好处 尤其从成本的角度 因为这个云端呢 成本很低 而且呢 前提是 那些相关国家的数据 它的存储是非常绝对安全的 那么 比如说 我们在打造一个统一的数据市场 打造这样一个技术设施 其实呢 比如说在南非 已经 我们 用很低 确保这个非洲的用户 用很低的成本 来使用和存储这样的数据 我们已经可以这样做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从现实出发 而且也确保 我们能够从数据流通中受益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无论是商业的数据 或者公共的数据 不能从中受益 讲到 那些富士机构 讲到的问题 我想我们现在 处于两难的一个治理的问题 就是呢 要达成 这个全球治理需要的协商一致 现在讲到地区的 国家的政策的一致 尤其是面临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实际上呢 无论是数据保护方面 或者错误信息方面 落地的问题 它是需要全球的治理框架 也就需要全球合作的机制 来跟那些 只是想从很多国家赚钱的技术巨头打交道 那么这个全球共识这方面很脆弱 而且是很分散化 有时候 比如说 这个人权换成以人为本 这是一种淡化的方式 但是呢 还有很多 没有被重视的 问题 比如说经济的费正义和人权 就是其中的例子 所以呢 要转向AI 或者是设计道德 转向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 在线下都没有这样的权利 那么怎么指望 在线上有这样的权利呢 是不现实的 而且很多人 由于经济的情况 他不能够实现这样的权利 也就是说 我们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从非洲的角度来说 在这个全球数字契约 我觉得这个流程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周看到这个特使 我们应该强调一点 不光是搞一个数据方面的 合规的机制 它不会解决这个结构性的 秘书长讲到的不平等的问题 我们需要提倡数据的正义 应该第一队搞这些框架呀 伦理呀 但并不涉及到这个平等的参与和包容 他们是不负负这种工作的 他们是不负责这种工作的 是否回答一下 那么那位先生 讲到这个元素纪的丢失 那么 但是我们要记住啊 大家 AI 这个系统很大程度取决于数据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 在法律的方面 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呢 也要让系统获得所需要 运行所需要的数据 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有人问到了 我们的数据出境该怎么来处理 就只要看相关国家的法律了 有些政府甚至有一些企业 是不希望自己的数据出境的 但是如果我们追溯到几年前 很多年前 当银行业刚刚启动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类似的问题 就是我的资金能不能出境 今天是在考虑数据能不能出境 如果我们希望保护自己的数据的安全 甚至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的话 有可能我们会选择一家好的企业 来存放这样的数据 这还是要有赖于每一个国家的法律 允许不允许出现数据出境 谢谢 那讲到平台 这是一个新的工具 由数据来催生 没有平台的话 数据也无处作为依托 也没有网络 但是平台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有些平台是项目驱动的 来完成一个特定的目标 不同的组织不同的项目 会有自己的平台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种 而有的项目是短期的 三年期项目结束之后 平台再存续一两年也会关闭 这就是风险 有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 出现这样的情况 国际科学理事会 推出了一个项目 叫做全球数据系统的项目 希望通过全球数据系统 把全世界各地的数据站点 汇总在一起 那么这个体系 要求全世界数据系统的 所有的成员国或者成员 都要长期保持保护数据 并且开放数据 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平台 我认为 我建议 国家层面的地区层面的IGF 可以推出一系列的倡议 来说清楚 和平台相关的风险 也就是说 平台之间进行数据转移的时候 要进行充分的披露 也要确保 也要确保平台的存在期结束之后 数据的存续问题 或者有的时候呢 是出现了软件升级 系统升级 那么新的系统和新的软件 不能够兼容 以前的格式的数据 这样就要求 格式的向后兼容 这也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好 感谢您的提问 这也是我们要解决的 一个大的挑战 非常好 讲了 在这轮当中 我们听到的问题 能不能请您来做一个 简单的总结 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听上来的问题 因为还剩15分钟了 我也尽量说的简短一点 首先呢 讲到应用 在国际 在法国法律当中呢 我们会说 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也有拉丁语的版本 那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国际层面 来理解这些法律呢 首先 我们要奠定 一起来打造框架 这样的框架 是大家都可以访问和使用的 都是可以去理解的 各国家的公民 都能够理解这样的框架 这些框架呢 必须要在国际组织之内 去开发出来 还有几个问题 是问到了GDC 全球数字契约 以及和全球数字契约的对接 特别是有几个问题 是和数据治理有关的 和人工智能治理 同样呢 今天的AI 可能是昨天的机器学习 或者叫计算数学 对于AI来说 数据是至关重要的 反之以然 那今天呢 越来越多的AI系统 它是有来于数据 全球数字契约 会带来一个机会 来加强 国际合作 古特雷斯秘书长 已经讲到了 数字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这就有可能 让IGF和IGF的地区倡议呢 都富有更大的 更强大的生命力 这就能够 把IGF的讨论 和每一个地区 IGF的讨论 对接起来 来推动实实在在的 进步和解决方案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 欧盟 正如各位所知 在我们的叫 数字化十年的计划当中呢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 以人为本的 推动AI和新兴技术的思路 战略 这个战略呢 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上述的难题 而即将推出的 网络安全框架 会更多的聚焦于 信任 即数字化环境当中的 个人对系统的信任 这又带来了 男女公民 他们的理解力 也就是说 他们是不是理解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 问题之一呢 是要多做宣传 让大家了解 在使用数据 处理数据的时候 会有那些风险 特别是当 面对 数字化的服务 以及基于数据的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普通的用户 也能够理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用了什么数据 为什么要用数据 这就是要有更大的透明度 是的 我们要确保 让人们提高数字素养 而且呢 要让大家 充分的参与到 讨论决策的过程当中 确保有良好的治理 现在呢 我们再次开始开放 提问 大家 现在有一个在线的问题 我先把它提出来 我先把线上的问题提出来 这个问题来自于 来自于乍德共和国 感谢吕西安 他问啊 政府收集数据 并且企业使用 政府收集的数据 有哪些网络安全的隐患 或者是风险 看哪位专家 在现在现场有一个问题 先提出来吧 斯里兰卡IGF 全球性的问题 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在2019年 Windsurf先生认为 在接受BBC采访的时候 说可以用数据治理的框架 来化解冲突 那现在斯里兰卡的 叫做安全互联网法案 也是在体现良证 善证的数据治理 这样的一个思路 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需要去做的 与此同时参与 利益相关方的充分的参与和接触 也必须以开放透明的方式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支持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组织 来通过他们的工作 打造良好的数据治理 所以我建议这几个方向上 我们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谢谢 谢谢大家 下午好 我是巴西IGF的协调人 我有一个简单的评论 我也想回应一下 刚才有一位同事 讲到了数据治理过程当中的信任的重要性 同时我也想强调一下 要想在数据治理过程当中拥有信任的话 有一个基础的条件 就是要把数据用在好的用途当中 这样让每个人都能够得益于数据的力量 包括权力的保护 考虑到新兴的技术层出不穷 负责任的数据治理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在IGF和其他的类似的地区的IGF 像和国家级的IGF 比方说巴西IGF的会议期间 都大量的讨论了这个话题 我们要确保有数据保护的法律法规 现在巴西和其他国家 也在陆续的推出国家级的数据保护法律 我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介绍 LGBG 巴西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我们这个缩写是个葡萄牙语的缩写 也为我们提出了战略 来进一步的提升 巴西人民当中的数据治理的教育和认知度 从而促成 在设计上就体现了负责任和以人为本的数据治理 和数字化的工具和解决方案 让我们继续以多利相关方的方式 来形成国际数据治理的标准 这样的标准 要能够在治理和保护权力之间 达到最好的平衡 这是最后一个现场的提问了 请自保家门 然后你的问题提给谁的 大家好 我是IGF法国 法国IGF的协调员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 就像Lucian刚才说的 我也在说法文 因为法语也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 如果人都说语言没有多样性了 我们互联网的中心是互联网基础的一套价值观 那么在IGF的国家集合地区的会议上 也应该不断地倡导这些价值观 那您认为数据的匿名性和保护数据隐私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既然数据是匿名了 你必须 但是你得知道谁在联系我 谁在攻击我是吧 数据又是匿名的 怎么来平衡 好 问题都已经提完了 我们从Charles开始 按这个顺序来 最后一个是Lucian 谢谢 感谢Sebastien 讲了非常重要的点 想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呢 肖伯纳曾经说过这句话 就是 我把他的意思提炼出来 就是 信息有时候比无知更加可怕 刚才 Sebastien在提问的时候 就有这层的意思 他讲了平衡 我也想讲了平衡 我讲了好多次要平衡 我们不希望 错误信息 来让很多人 把错误信息传播给很多人 那要想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提升认知 做好宣传 比方说在今天我们的年会当中 我们也很多的讨论到了这个问题 要多学习 多对用户进行教育 让用户呢 能够拥有足够的知识 或者是能力 知道这个数据 是一个真的数据 还是一个造出来的数据 或者是错误的数据 此前在回答上一个问题之后 我们也讲过了 我的内容放到 就是我作为一个个人 我内容放到互联网上 必须要基于我的知情同意 我们回答 时间不够了 大家回答的时候 还是要简短 非常感谢 在这我也想回应 刚才问题当中有部分 是讲到了 像斯里兰卡这些国家的倡议和工作 早些时候我也提到了一点 就是法制和合理合法 但是呢 这些机制出台的过程 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特别是像斯里兰卡 数字服务安全法案 就是一个例子 还有公民社会 也在要求 就是在英国呢 英国现在正在制定AI 人工智能安全相关的法律 但是公众呢 要求更多的参与 所以我们要避免压迫式的 压制言论自由式的 监视类型的法律 或者是元素出现在 数据治理的立法当中 那么也要注意 良好的立法实践 因为无论是数据治理 出台什么样的法律 要体现对于人权的保护 遵守宪法 这样呢 我们来确保 数据保护的法律 要有一系列的保障机制 保证呢 国家不仅仅专注于安全 但是不要去监视 不要去缩减人们的权利 而且呢 也要由政府外部的力量 来监督政府出台的这些体系 是要符合公众的利益的 谢谢 下一位 刚才有一个问题 讲到政府管理 收集个人信息 或者把个人信息交给私营企业 需要不需要个人的同意 这个答案还是比较简单 政府在社会当中负有最大的责任 要保护个人信息 政府绝不例外 政府没有特权 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 当然有一些国家 可以 对公民的数据的管理方法有所不同 但是 民主自由的国家当中呢 政府在社会上是负有保护个人数据的 最大的责任的 拉美就是这样的 比方说 个人数据由政府交给私营企业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传输的过程 必须要完全符合义有的法律法规 才能够进行 来请您来讲一讲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回答 政府和政府资助的项目 拥有海量的数据 而且这些数据都非常有价值 所以政府手上的数据 一旦要交给企业 或者是大学和其他的研究机构的话呢 主要是要想让这个数据有更大的用途 这本身是件好事 在中国呢 我们有政策 规定了 政府向企业传递数据 涵盖了哪些类型的数据 是有规定的 同时呢 还有规章制度 和许可证 你要获得了许可 才能够获取政府的数据来加以使用 那现在呢 可获的数据越来越多 公共可获的数据也越来越多 会有效地助力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非常感谢 讲得好 也讲得很简短 下一位是不是也能够做到 非常感谢 我也要尽可能的简短 说到数据的保护 在法国呢 我们可以追溯到 我们当时委员会的成立的时候的 78条法律 里面呢 就讲到了 私人数据的保护 再讲到数据的 治理的这个大一点的问题 研究员要能够拿到数据 而且要去了解 就是做了什么样的操作 因为获取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滥用 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 虚假信息 我们在讲 百姓的获取数据的时候 经常也会提到虚假信息 我们下面再来讲一讲 这个合作 合作能够帮助我们 更加高效地来实现 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 非常感谢 我们还有位嘉宾 本来是想要来参加 我们的会的 但他可能来不了了 然后他的意见 我转达一下 很难跳出 就是既有的框架来思考 也很难去找到 创新性的这样的方案 来解决我们现在的 这样的复杂的挑战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还有很大的不足 在数据的安全保护 隐私和能力建设 和打造一个可信赖的 互联网方面 包括打造一个生态系统 都有很多的不足 他后来又讲到了 多利益相关方的做法 和多边的做法 在过去几年 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效果 联合国有这么多的机构参与 但是这个结果 却是寥寥 所以 他讲得非常的诚实 也是一言重地 我们尼日利亚的同事 我就发音希望是对的 他讲得非常的好 我请您来总结一下 是不是可以讲一讲 我们这场会讨论的怎么样 大家每个人一分钟 再总结一下吧 你好 谢谢 你是说让我一个人总结是吧 一分钟 线上有很多人都在讲 这个数据的治理 数据的保护 数据的存储 安全存储 确保这个数据没有存在自己家里面 万一失火了怎么办 数据就没了 所以 数据 也是刚才Alison讲到 把它存在云上 存在不同的地方 要有备份 确保数据的安全 如果说只存在一个地方的话 那可能就 不安全了 所以说你要有多地方的来备份 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因为可能一个数据坏了 出现发生什么问题了 那其他的地方还是安全的 但其实就讲到了数据处权的一个问题 数据处权 它也是要利用你国家的这样的特殊的法律 因为你的这个数据 它存在另外一个国家 还是应该由你的国家来管 而不是说它的那个地点的那个国家的法律来管 所以我们要有好的国数据保护的这样的立法 不好意思 我可能讲时间太长了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 我们也在努力的确保在座的观众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到了解答 我们要确保大家的声音都被听见了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方面做的也还不错 专家的观点也都跟我们进行了分享 做哪些工作都进行了很清楚的介绍 我要请大家热烈鼓掌 为我们的嘉宾鼓掌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非常感谢 感谢